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洛伦索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去年中安两国共同庆祝建交40周年,中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 中安合作属于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合作,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团结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支持安哥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愿同安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升双边战略关系水平,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强调,中安合作基础好、规模大、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双方应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务实合作提制增效。 中方愿同安方实施好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安哥拉开展多种形式合作, 助力安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经济多元化。 希望安方采取更有利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安全。 欢迎安方继续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平台,向中国推荐更多安优质产品。 中方将继续实施好元安哥拉医疗队等项目,向安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增进人文交流和人民友好。 习近平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发展繁荣,全球南方都不应该缺席。 中国是非洲国家维护独立自主和推进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中方支持非洲国家和非盟致力于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愿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加强多边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洛伦所表示,来到中国访问,我们感到宾至如归。 安中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无论是在安哥拉结束内战百废待兴之时,还是应对新冠疫情困难之际, 中国都是最早向安方提供宝贵支持的国家,安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极大促进了安哥拉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堪称互利合作的典范。 安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富安投资,助力安哥拉国家发展振兴。 安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信台湾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安方高度赞赏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以及维护各国主权、独立、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